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引发的中共官场大火不断延烧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再次要求军队服从胡锦涛指挥 并强调军队要维护社会稳定 外界推断中共高层对于如何处置薄熙来出现了严重分裂 胡温牢控军队 谨防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利用掌控的武警部队作乱 大陆媒体23号高调报道了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在陕西视察军队时的讲话内容 郭伯雄要求军队与党中央高度一致 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的指挥 把防范重大安全问题作为今年的一项硬任务 中央社报道指出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后 大陆政坛传闻不断 官方媒体在这个时间点发表军方讲话耐人寻味 在此前有消息说 掌控武警部队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试图包庇王立军和薄熙来 因此与胡温意见不一 双方各不退让 针锋相对 网上更有消息说 日前中央军委调整了武警指挥权 武警部队将不再归政法委调动 中央军委也不再受理政法委 以维稳为名义的调兵申请 而英国金融时报21号报道说 周永康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控制 对此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孝分析指出 胡温对曾经一度听命政法委的武警部队 需要有一个改造过程 胡温应该现在招手 就是把这个武警这个队伍拿到自己的手上 跟军队一样 胡温在早些时候也讲过 就是也要起到这个维稳的作用 当周永康他想利用武警来进行兵变 或者达到他的某种政治目的的时候 那军队在这个时候就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郭伯雄还在讲话中特别强调 部队要参与维护社会稳定 确保一旦有事 能够迅速行动完成任务 参与网的文章指出 一般来讲军队对外防止外敌入侵 武警对内防止国内动乱 但现在郭伯雄强调军队武警化 说明中共高层分裂 斗争趋于白热化 从现在来看 胡锦涛 胡温这一派跟江派 斗争时间到了一个短并相近的地步 双方都开始最后亮剑进行决战 这个时候胡温实际上 现在已经拿下了薄熙来 就是开弓没有回头剑 李天孝认为 胡温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应该一鼓作气 除掉周永康 进一步剑指江泽民 不给对手任何翻身的机会 同时胡温应该着手 对法轮功六四等问题重新评价 最后他们自己本人 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解脱 能够为人民做一点事情 这样的话 江派说最老 在将来的新中国 不至于人民最后起来 把他们和江泽民一起来进行军舍 海外媒体最近爆出 周永康不仅与薄熙来 共谋搞垮习近平 还与前重庆副市长王立军 一起做了多年的交易 十年前周永康就因为庇护老部下 结识了当时的田岭市公安局长 王立军 王立军也因此结识了周永康的干儿子 亚洲大酒店总经理孔涛 多年来 王立军掌握了周永康和他的家人 亲信的重要贪腐材料 周永康为求自保 再加上长期掌控全国的警察和武警部队 而敢于在薄熙来和王立军事件的处理上 挑战胡温针锋相对 但据北京消息人士说 中央21号下令 调集全国3300名政法委书记 4月份紧急进京集训 显示胡温开始整肃政法委 周永康失事已经成为必然 一旦 明天